读英文的弟兄姊妹轮流来读 我们先读中文然后读英文 我们现在开始 论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师来 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会来 要有七个祭师拿着七个羊脚走在耶和华的约会前 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 七个祭师拿着七个羊脚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脚 耶和华的约会在他们后面跟随 耶和华吩咐百姓说 你们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 那时才可以呼喊 耶稣亚清早起来 祭师又抬起耶和华的约会 第二日 众人把城扰了一次就回营里去 六日都是这样行 到了第七次 祭师吹脚的时候 耶稣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于是你们物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 就连累以色列的权盈 使权盈受咒诅 于是百姓呼喊 祭师也吹脚 百姓听见脚声便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 百姓便上去进城 个人往前直上 将城夺取 they devoted the city to the Lord and destroyed with the sword every living thing in it men and women young and old cattle, sheep and donkeys 你们进那妓女的家 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 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 都从那里带出来 so the young men who had done the spying went in and brought out Rahab her father and mother and brothers and all who belong to her they brought out her entire family and put them in a place outside the camp of Israel 众人就用火将尘 和其中所有的粉烧了 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 都放在耶和华殿的裤中 but Joshua spared Rahab the prostitute with her family and all who belong to her because she hid the men Joshua had sent to spies to Jericho and she lives among the Israelites to this day 当时 约书亚教众人 启示说 有兴起 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他离根基的时候 闭上长子 安门的时候 闭上幼子 so the lord was with Joshua and his fame spread throughout the land 我们有一点祷告 let's have some prayer 天父我们为这下午 可以一起敬拜你 我们感谢你 Hone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worship you this afternoon 我们求你 不只是借着饼杯 对我们说话 we ask that you speak to us not only through the bread and cup 我们也求你 借着圣经 对我们的心说话 we ask that you speak to our hearts through the Bible 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 we wait before you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in Jesus name we pray 阿们 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 当耶稣亚带着以色列的百姓 过了约旦河 要来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 他所采用的战术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战术 不是他的聪明 是神的启示 是神的启示 约苏亚就把神告诉他 要用什么方法打仗 就告诉了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 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 听见了约苏亚告诉他 怎么打这场仗以后 他们就真的去做了 因着他们的圣服 他们就把耶利哥城拿下来 那么整个这一段的圣经 其实可以分作两个部分 你如果读从第六节 一直读到十五节 你就发觉他都一直在那里讲说 他们现在开始怎么样 一步一步一步地照着做 然后他就跳到第二十节去了 十五节到二十节中间的 还有二十节以后的 并不是他们怎么拿下 耶利哥城的记载 那个是记载到说 他们打下耶利哥城以后 神借着约苏亚 给他们一些新的要求和秘密 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分作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讲到 怎么样能够把耶利哥城拿下来 一个部分讲到 拿下耶利哥城以后 应该要做什么 当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可以 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的时候 我相信弟兄姊妹 你在读这段圣经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么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 有一个字出现了十次 就是约会 一直讲到约会 因为弟兄姊妹 如果没有约会 约会 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 如果没有神的同在 以色列的百姓 根本就不可能 打赢这场战战 那以色列的百姓 怎么样会有神的同在呢 你会发现是因为神应许的 因这神的应许 以色列的百姓 就凭着信心跟随 这就是为什么 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那里说 以色列人因着信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就倒塌了 约翰一书 五章四节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以色列的百姓 听到耶稣亚告诉他们 这样子一个奇怪的战术 他们觉得这个不合理的 天下没有一个地方 要打仗的时候 要攻一个城的时候 说我们大家不要打仗 就绕他们走一走 要是你 你走不走 你要想到你在 这个城旁边走 很危险的 很可能别人就是 上面射箭下来 人家可以丢石头下来 你就完蛋了 他们怎么这么听话 约翰亚说 走 而且他规定要怎么走 他们就乖乖地走 弟兄姊妹 这是一幅图画 这幅图画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也可能碰到像伊利哥 这么大的难处 但是我们可以胜过这个难处 就是借着相信我们的神 顺服他告诉我们的命令 他给我们的命令 我们也许觉得 不合理 但是你就照着他的话去做 你就会稀奇地发现一件事 我们会错 神从来没有错过 我们从来 会发现 很多时候神告诉我们 那个事情 我们真觉得 不对啊 这样做怎么可以呢 但是你照着做 这个时候就是凭着信心 弟兄姊妹 说自己有信心很容易啊 相不相信 相信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但是 什么知道你有信心呢 就看看 你听不听神的话 你不听神的话 你就不要说你有信心 你如果有信心 你就会听神的话 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 然后你就会得胜 看起来不合理 但是神的话永远不会错 以色列的百姓会得胜 不只是因为他们在信心中会顺服 他们是不是走一天就搞定了 没有啊 一天走完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呢 如果第一天走完了 有一些城墙上面的砖头就开始掉下来 第二天你走不走 你就走了对不对 已经看到有点希望了嘛 第二天再走又掉一些 那你就再走对不对 但是他们走了第一天 有没有掉一块砖头下来 什么都没有 走一圈 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 再走一天 又什么都没有 弟兄姊妹啊 你知道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 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听神的话 我们也听 我们听一天 我们听两天 然后发觉 我听你的话 你怎么没有帮我忙 我听你的话 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你们有没有碰过小孩子 这样子跟你说话的 你听妈妈的话 妈妈也听你的话 你跟妈妈要什么 妈妈都给你 结果发现妈妈说话不算话 你就生气了对不对 你就不听了对不对 曾经有一个人 他看了我 我写的那个 按照圣经做父母 他就看说 原来要这样子对待你的小孩 他回家就这样子对待他的小孩 过了一天 他小孩还是那个样子 早上还是叫不起来 放学回来 还是照案不做功课 一直在那边打电 他很生气 没用 刘弟兄这个书没有用 其实我的书没有用 没有关系 他说神的话也没有用 神的话说要这样做 他就做了 他做了 没用 他还是一样不听话 还是不乖 弟兄怎么样 要走几天 七天 圣经里面期待的要什么意思 完全 什么意思 我们遵守神的话 要遵守到底 你要遵守到完全 你才会看到神的话的果效 今天有很多人觉得神的话没用 因为你没有走到第七天 你第三天就放弃了 最惨的是第六天放弃是吧 还不是 第七天的走到第六圈放弃的最惨 对不对 就差那么一点点 前功尽弃 有一个太太一直觉得 她老公对她不好 所以她就学要怎么对老公 她对她老公就开始对她老公好 一天 两天 六天 第七天 第六次 她活了 你这么不识抬举 你这么不识抬举 我对你这么好 你都不会悔改 前功尽弃 所以弟兄姊妹 得胜的秘诀 是顺服神的话 并且顺服到底 and to obey it to the end 在顺服中要有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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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能够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应许呢 就是凭着信心和忍耐 弟兄姊妹 你喜不喜欢学忍耐的功课 习没有人喜欢 我们都不喜欢忍耐 但弟兄姊妹 你知不知道 忍耐是所有美德的母亲 在我们的生命中 如果你不学忍耐 你什么美德都没有 所以神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 一定神常常都很慢 你知不知道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 他听到一个传道人 讲到忍耐是多么好的一个美德 所以他就跟神祷告 神啊 求你教我忍耐 现在就教我忍耐 弟兄姊妹 你喜不希望 有忍耐的美德 在你生命中 你知道有这个美德多好吗 别人没有办法忍你生气 多有福气啊 最可怜的人 就被人家一挑一下 就气得已经爆炸 你知道有的人啊 你看他一眼都会把他气得好几天 睡不着觉的 有的人他的小孩只要说一句话 他就马上火山爆炸 真可怜啊 我也是去看一个年轻人 他跟我讲 他说你相不相信 我三分钟以内就可以叫我妈妈尖叫 他真有本领 弟兄姊妹 你如果有忍耐在这个美德 活在你的生命中 你可以活得很快乐 你要没有这个东西啊 你会活得很痛苦 塞车你也不高兴 人家随便什么 这么切你一下 你就气得半死 一点小事你就已经活不了了 有一些做太太的 他老公只要说一句话 他就可以不吃饭 没有忍耐 活得很痛苦 喜不喜欢有忍耐 喜欢 怎么样才会有忍耐 知不知道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患难生忍耐 我们都喜欢有忍耐的美德 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患难 但是弟兄姊妹 有忍耐的美德 才能够有信心中的得胜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是能够在信心中得胜的 就是自己可以管得了自己 中文叫做自治力 哪一段你看得出来呢 就是第十节 你们不可以呼喊 不可以出声音 连一句话也不可以出你的口 等我叫你们呼喊的日子 那时候才可以呼喊 迪兄姊妹 你知道你身上 哪一个器官你最难管它 就是这张嘴巴 这个舌头真难管哦 你不要看它那么小啊 它就不听话 你叫它不要讲 它就要讲 你跟它说不要讲 它活不了 它非讲不可 还有的时候 你叫它讲 它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难不难管 你有没有发现 你长得越大 你会发现你越后悔 你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 有说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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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不说话的时候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到 该说的时候说 不该说的时候 不说 哦 不容易啊 这个要信心啊 你要能够得胜 管你的舌头 舌头管好了 你就会得胜 然后你能够得胜 有人说这个好难啊 雅各不是跟我们说吗 他说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三章二节 也能够乐住自己的全身 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舌头管好了 我们整个人都管好了 这就得胜了 人说这个好难啊 真的很难 但弟兄姊妹 你记住啊 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 我们不是祷告 要求神给我们一个 我们不是要求一个 很舒适的生活 我们应该祷告 是要让神把我们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人活了这一趟 不是就是吃喝 就是舒舒服 过完了就死了 我们活了这一趟 我们要求的是 我们这个人的本质 被改变得像耶稣 一个人活在地上 特别是年轻人 不要求神给你 去做那些 你有能力做的事 你要求神给你能力 去做你该做的事 让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 虽然是很难 但是我们跟神求恩典 求能力 让我们能够做出来 我们就能够得胜 你读第十六节 到了第七次 祭司吹脚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 呼喊吧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 交给你们了 你是不是期待 十七节 就应该百姓说 哇 大家一直喊 然后这个城墙就垮下来了 他们就打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十六节应该直接跳到地 二十节 应该就说 于是百姓呼喊 祭司也吹脚 百姓听见脚声便大声呼喊 城墙就塌陷 百姓便上去进城 各人前往江城夺去 应该这样写的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圣灵 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二十节 这个是最精彩的 最高峰 他不写 他中间插几句话进来 你知道这个插进来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 一种笔法 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圣灵 让耶稣亚在这个时候 在让写耶稣亚记的人 就写到这里的时候 说这里大家都很 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已经读到说很精彩 后喊吧 他想说马上就喊了 就迫不及待地进去 他说等一下 在这个进去之前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要把它写下来 我相信在当时打仗的时候 约翠亚说叫啊 大家就一定叫了嘛 不会再停下来的嘛 那我是不是不相信 约翠亚讲过这段话呢 当然我相信约翠亚讲过这段话 但是可能不是再次说 叫啊 就在讲这句话 他一定是以前跟他们讲过了 但圣灵要让我们读圣经的人 知道这一段中间插进来的话 非常重要 所以他就用这一种的写法 把一段话插进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中间 希望我们来注意这段话 假如今天我们要请好莱坞 来拍这个约翠亚公下 耶利哥城的这个电影 我相信没有一个导演会认为 中间的这一句话是这么重要的 这一段话这么重要 因为在我们认为 现在已经好不容易到现在 城墙已经叫了 城墙已经垮了 这些大家送去打杀 英雄啊 好厉害啊 对不对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说 打赢了仗以后要注意的事情 弟兄姊妹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人一生有困难 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胜过这个困难 好不好 很好 但是让我告诉你 基督徒的生命中 最危险的时候 不是有困难的时候 基督徒的生命中 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得胜以后 当我们的困难我们胜过了 当我们把一些 不能够胜过的罪胜过了 当我们胜过我们生活中 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现在我们很得意了 我们很成功 我们很顺利 每一件事都很好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 这是你生命中 最危险的时候 这是为什么圣灵 在这个时候 告诉以色列的百姓 打胜仗很重要 但是打完了胜仗以后 更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地来看一看 打完了胜仗以后 要注意什么事情 第一个给他们的规定 这城和其中所有的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这是第十七节 这很麻烦 这城 这城 和其中所有的 都要毁灭 男的 女的 老的 小的 动物 所有的 全部毁灭 残忍不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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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忍 那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这是很重要的教训 你不要说 他残忍 你要知道 神对着迦南地的百姓 多么忍耐 神跟亚伯拉罕 按立约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迦南地要给你和你的子孙 但是现在那里的人 罪恶还没有满盈 神让他等 一等等多少年了 去埃及地 一等四百年 对不对 一直等啊 神就希望他们悔改 他们不悔改 四百年不悔改 更大的罪恶 是当他们知道 神已经把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地带出来 他们都听说了 对不对 他们听说 神把红海都打开了 他们听说 神要叫以色列百姓 到这个地方来 把他们全部消灭 请问迦南人 在这个时候 有没有悔改 还不悔改 还不悔改 妓女拉荷 他都悔改了 你知道吗 拉荷一听说 这个消息 拉荷马上就换边站了 对不对 他开始来帮助 约书亚所派来的 那个奸细 对不对 因为他悔改了 他说不行了 他说神说要毁灭的 就是一定要毁灭的 请问 除了拉荷以外 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说 我也相信这个上帝 我也不要跟他们去毁灭 我也换边站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拉荷有什么好处啊 是个妓女 她有什么好 她只有一个好 她愿意相信 人家讲耶稣 可以救她就相信 其他江南人都不信 她就算不信耶稣啊 他们可不可以逃命 可以吗 对不对 他们可以逃命吗 逃命他们不会死 对不对 还有 他们可不可以投降 可以吗 对不对 你们如果看 约瑟雅记后面就知道 有些地方人很聪明啊 说看看打不过 投降 早点投降 没有死 这些人 不会改 不要神的救恩 不肯逃命 也不肯投降 这说明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的心 硬得不得了 硬到一个地步 他们就是死 才会快乐 所以神只好成全他们 听懂了没有 不是神残忍 这人实在太硬心了 那第二个难处呢 是在圣经里面 神有一个规矩 在生命纪第二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 他说我们夺了他 一切的诚意将人烟的 有人烟的个成 连女人带小孩 尽都毁灭 没有留下一个 唯有深处 和所夺的个成 并其中的财物 都取为自己 所谓的乳务 神给摩西一个很早的命令 如果有一个城 他就是不肯投降 就是要给你们打到底 当你把这个城打下来以后 把人杀光 动物可以留下来 他的财物你们的可以分 我们顺便讲一下 最近这几年的考古学 在迦南地 有一些这个挖出来 在约书亚那个时代的骨头 加南地 那个时候就有艾滋病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同性恋非常厉害 神如果不把这些人杀干净 以色列的百姓没有活的 你们有谁将 如果万一你的亲人 你爱的人身上有癌症 你会跟那个 开刀的手术医生讲吗 那个癌症把它割掉 一部分就好了 不要把它杀干净嘛 不要那么惨嘛 留一点好了 有没有这种神经病 神有的时候 做一些我们看起来 好像很残忍的事 实在是因为他爱 这一次为什么耶利哥城 那些财物都不可以留下来呢 在希伯来文里面 那个十七节内说 这城和其中所有的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 那个毁灭这个字 这个字在原文 其实它是奉献 是 整个耶利哥城 是要完全归给神的 第二种指明知道为什么 因为耶利哥城 是神带领以色列百姓 打到迦南地 所占领的第一个城 那么在旧约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叫做出熟的原则 就是最早的 最成熟的 第一个拿出来的 结的这个果子 是要单单归给神的 所以整个耶利哥城 是要归给神的 那它这里面 要归给神的东西 就不能够让人所取用 所以它这里面 都可以分两类 有一类的东西 是可以拿到圣殿里面 去用的 有另外一类 不能够进到圣殿里的东西 就要全部烧掉 这就是为什么 神很清楚地 在这里给一个规定 要都归耶路华为圣 请你注意 神在这里 特别警告 以色列百姓 就是你们 不要谨慎 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 就连累以色列的权盈 使权盈受咒诅 在我们的人生中 当神带我们 胜过许多难处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胜过难处以后 我们所得到的好处 跟祝福 是要完全归给神 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年轻人 会不会这样的 我做学生的时候 虽然很少发生 如果我考一个一百分 这很少发生的事 但是偶尔还是发生过 你知道我怎么讲呢 do you know what I would say I got a hundred I would say I got a hundred 听得懂吗 我考了一百分 I received a hundred 假如 二十呢 what about a twenty 你猜我怎么说 Guess what I would say The teacher gave me twenty 你们现在会不会这样说 Will you say the same thing now 不好啊 都是别人的 If it's bad It's other people's fault 好就是我的 If it's good It's by my own 别人姊妹 在我们的生命中 假如我们今天得益了 如果我们今天成功了 不要以为是你聪明 不要以为你本是他 不要把神的荣耀 当作是你自己的荣耀 这要归给神的 那我告诉你 它是很严重的警告 你把该归给神的 当作是你的 If you take what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take it for yourself 后面一定有咒诅 There will be a judgment Curse 第三个我们注意到 The third thing we notice 就是得胜以后 不要忘记在得胜之前 我们的应许 约束亚应许了 妓女拉荷和他的一家 这是在打仗之前的 现在仗已经打完了 地方怎么还记不记得 妓女的家是住在哪里 城墙中间啊 城墙上面啊 耶利哥城怎么样 都垮了对不对 我个人相信啊 别的地方都垮了 就他们家还留在那里 不然那两个 那两个探子怎么找得到他家呢 你如果读猎王记 你就知道当耶利哥城倒下来 压死了不知道多少人啊 但是神是信实的 他应许了要保护这一家人 这家人就没事 别的城墙都垮了 别人家的房子都垮了 他们家房子还留在那里 然后他们全家每一个人都得救了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过 在你很困难的时候 在你很痛苦的时候 你跟主耶稣祷告 主耶稣求求你 帮帮忙 你让我这一次把这个难关度过了 我一定相信你 我一定乖乖听你的话 我一定好好的聚会 我一定好好的服侍你 我还知道有人跟神讲说 你这次帮了我 我一定多付一点钱 后来事情过了 痛苦没了 所有不可能的事 后来好像都变成可能了 暴风雨过去了 雨过天晴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忘记了 我们答应神的事情 有没有 你有没有过 我有 我们这些人会忘记啊 但弟兄姊妹 神借着约束亚在这里 提醒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要记住 我们在战争之前 我们所做的应许 最后一点 二十六节 二十七节 那个时候 约束亚就叫众人启示 有兴起重修着耶利哥城的人 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请记住 这里不准他们修的地方 是那个城墙 不是说不准人再住在耶利哥 因为你读这个 约束亚记十八章二十一节的时候 你就知道 耶利哥城还是给了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去住的 到四世纪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直都有人住的 所以耶利哥城不是不准人住 不是不准人把自己的房子盖起来 但是不准把这个城墙盖起来 神不准这件事情 是要让以色列世世代代的人 每次看到这个破的城墙 就想到神为他们做了何等伟大的事 今天很多人 现代的考古学家 当他们把耶利哥城的这个旧城挖出来的时候 他们都吓坏了 因为他们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 圣经所讲的是真的发生的 他们在那个 耶利哥城的最下面 再挖出来那个旧城的地方 他们发现那个城倒下来的样子 就是一看就是整片整片这样倒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是应该留在那里做一个纪念的 但是就有人不听话 所以你到了那个猎王纪上十六章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他要去把这个城墙盖起来 结果他的大儿子跟小儿子就丧命 这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呢 弟兄姊妹 当神带我们经过一个极大的难处的时候 有时候神会叫我们留下一点纪念的样子 你知道当我们手上啊脚上受伤的时候 我们会留下一个疤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这个疤就是一个提醒我们的东西 让我们记得神当年曾经怎么带我们胜过这样子的难处 那重修耶利哥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完全忘记了神的恩典 好像神没有替我们做过这样子的事 这是要受咒诅的 这是在我们生命中会带来极大痛苦的 一个人能够胜过在信心中得胜真的很宝贵 我们需要在信心中间来遵行神的秘密 我们需要在信心中学忍耐的功课 我们也需要在信心中学管好自己舌头的功课 但是弟兄姊妹胜过难处不是the whole story 故事还没有完 神更关心了 是我们胜过了难处 我们在平安里面 我们在很顺利很成功的里面 我们能不能够 把荣耀归给谁 我们能不能够 把荣耀归给谁 把这个 keep keep我们的promise 持守我们的诺言 我们能不能够记住 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这是耶利哥要教给我们的功课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把这些话 献在你的手中 求圣灵用着这些话 鼓励我们 也用着这些话 改正我们 也求你用着这些话 帮助我们 让我们 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